好第二我们再来看多项选择题 第一题下列关于企业取得财政贴息的快处理 表述中正确的有I 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的 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受益企业提供贷款的 如果是以实际收到的贷款的金额入账 应该按照政策性优惠利率计算借款费用正确 这是正确的 比如说实际率10% 那么国家贴息5% 那我实际支付还是5%对吗 那么也就是两个5%财政给了 那么我再支付一个5%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我按实际的这个优惠的利率计算实际的费用 这没问题 B 财政将贴息资金拨付给贷款银行 还是贷款银行 由贷款银行以政策性优惠利率向受益企业提供贷款的 如果是以借款供运价值 刚才是实际收到金额账 按供运价值作为借款费用的入账价值 那么低延收益在贷款存续期间内 才实际的把贪销 贪销的时候充减相关的借款费用 这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块贷款的时候注意贴给谁 贴给银行的情况下 我们受益企业有两种做法 这两种做法处理的方法最终结果一样的 接着看C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受益企业 没有给银行直接给我们企业了 以实际收到贷款金额入账的应该按照合同利率 计算借款贷款费用 这是正确的 好 那么因为这个利息直接贴给我们企业了 好 第一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受益企业的 确定地盐收益和地盐收益一点关系的没有 和地盐收益一点关系没有 那么一 财政将贴息资金直接拨付给受益企业的 应该按照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处理和资产相关的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ABC 好 解释内容自己看 第二题 且进行下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 表述正确的是A 且收到货币性资产在总额法下 且收到了补贴资金或补助资金 先确认为长期负债 对吧 他走到短期负债 那就错了 应该先确认长期负债 那么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期内 按照合理系统方法谈销 后面的话正确 所以这个错了 B 且收到货币性资产在净额法下 收到的补贴资金 先确认为电收益 这个正确 购入相关资产等时 再将补贴资金充减其账面价值 这个正确 充减固定资金账面价值 C 且收到非货币性资产时 如果资产的供应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那么确认为电收益 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点 按照合理系统方法 那么再给它进入其他收益中正确 所以BC正确了 D 且收到的非货币性资产 以明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的 应该在取得时直接就有当期损益 这个直接就损益了 正确 一 以确认了政府补助需要退回的 应该在需要退回的当期 退当期 初始确实那个金额 充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的 应该调整 其他收益错了 不是调整其他收益 如果原来充减账面价值的 那么你还需要调整原来账面价值 所以E不正确 E不正确 所以来看一下 选项A 且收到货币性资产 在总额法下 收到的这个补贴资产 应通过地盐收益 长期负债科目额算 那么选项A 以确认了政府补助需要退还的 那么初始确认是 充减相关资产的 那么应该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以BCD正确 第三 资产不代表日 且节转发生的老务成本时 可能借记的科目是 可能借记的 本年利润不可能 它不属于不属于水的科目 那么它可能转到 主营业务成本中去可以 那么还可以转到其他业务成本 这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劳务成本这科目 这个劳务成本科目 是属于成本类科目 类似于生产成本科目 所以那么只能转到 主营业务成本或其他业务成本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B和D 好 四 下列发生的交易事项中 对其当期损益产生影响的有 A 销售产品时发生的展览费 展览费借销售费影响 B 联益企业宣告分派 股票鼓励 和我没关系吧 有关系吗 有关系 那么和损益有关系 没关系 先说第一有分路吗 没分路 没分路 注意谁没分路 是投资方没有分路 那么第二个 接着说 我们在什么时候 要干什么事 在除权日这一天 我们将收到的股票鼓励在备查账簿中登记就可以了 好 C 购买原材料是发生的罚款 这个罚款内容 那么这个是既有盈外支出的 D 藏成本模式 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简直简直要影响损益 E 在公运模式 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自用的 转换为自用的时候 无论高还是低的话 差额都寄到公运价值变动损益中去 所以答案除了这个B以外 其他的在这都需要影响损益 第五题 关于下列经济业务和事项 表述正确的 A 售出的商品需要安装检验的 在购买方接受交货及安装检验完毕前 通常不能确认收入正确 B 且与其他方签订合同或协议 包括销商品和提供劳务的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捆 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情况下 应该将销售商品部分 作为销售商品原则处理正确 将提供劳务部分作为提供劳务部分处理 当成两道题做就可以了 AB正确 C 企业与其他方签订合同或协议 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部分 那么如果不能够区分或能够区分 但不能单独计量 那么应该将销售商品的部分 和提供劳务部分 全部作为提供劳务处理错了 那么应该都作为销售商品原则处理 C错了 B单独提供安装服务的 如果完工进度能够可靠计量的 安装费收入应该在资产负债表日 根据安装的完工率或完工进度 确认收入正确 E对富有销售退货条件的商品销售 如果且不能合理的确定退货可能性 那么应该在退货期满的时候 才能确认收入这个正确 所以答案是A B D E C不正确 第六题 关于销售商品收入确认下列表述中 正确的是正确的是A 销售商品采用脱收成付结算方式的 在办妥脱收手续时确认收入正确 B 采用预收货款方式销售商品的 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之前确认负债 走什么科目 预收账款 C 对于订货销售 在产品生产完工入库时确认收入 那么在此之前预收款确认负债 这块不是入库时确认收错了 错在这儿了 不是入库时 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第一 附有销售退货条件的商品销售 根据以往今年 能够合理估计退货可能性 且确认于退货相关负债的 应该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这是正确 发商品时 你就可以确认收入转成本了 一 具有融资性质的分期收款销售商品 应该根据应收款项的供运价值 或限值或限销价格 一次性的确认收入正确 所以答案只有C不正确 C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 好 七 下列项目中 可能会引起企业营业利润 还是营业利润增减变动的是 A出售无形资发生的净损失 这个影响吗 影响 它走的是资产处置损益影响 资产减值 借资产减损损失影响 发生的现金折扣或收到的现金折扣 走财务费用影响 那么D出租 固定在的租金收入 走其他业务收入影响 固定在报费 报费走营外支出不影响 所以答案ABCD 第八点下列经纪业务取得收入 通过其他业务收入科目和算有 A出售无形资取得价款 这个不通过收入科目 出租 出租 固定资取得租金收入 走其他业务收入 从公运模式计量投资性房地产 取得租金收入也走其他业务收入 从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产 取得租金收入也走其他业务收入 出售原材料收入也走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答案当中只有这个A不通过 九 建造合同收入可以包货的内容是 合同规定初始收入 第二 变更收入 奖励收入 零星收益不属于 零星收益是充减它的成本的 那么再接着看 索赔可以 所以答案除了D外 所以合同收入包括初始收入 还有合同变更奖励 所形成收入 零星收益是充减合同成本 充减存货的 充减合同成本 十 下定业务应通过营业外支出科目核算 有A 既提固定账减值损失 借资产减损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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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租固定散取得的收入 出租固定散 那么这个走银外收入吗 不走 那么这个走的是收入 走的其他业务收入 所以这个不能选 捐赠利得 这个可以走银外收入 债务重组利得走银外收入 处置投资性房产取得收益 这个不走 走什么 走的是其他业务收入 存货盘营不走 盘营走管理费 所以大家应该选择的B和C B和C 所以A走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D 那么通过其他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收入等科目合算 E是充典管理费用的 12 下列各项关于建造合同 快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A 收到合同奖励款 及追加合同价款部分 进入合同总收入正确 进入合同总收入可以 B 出售剩余物资产生的收益 进入合同总收入错了 这部内容 充减合同成本的 C 工程施工大于工程结算的差额 作为存货项目列是正确 这个在资产负代表列为存货 D 预计总成本超过总收入减去确认的 合同损失后的差额 那么在当期确认为合同损失正确 走什么科目 走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货 地下准备 E 如果建造合同结果 能够可靠计量的话 可以从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收入正确 所以只有这个B不正确 好第13章 下列费用应该作为管理费用核算 A 按照营业收入计算的技术转让费 技术转让费 一般走销售费用 不走这个 B 为扩大商品销售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业务招待费 这个是走管理费用的 业务招待费 注意一下 说销售部分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走哪 也走管理费用 但实务当中不是这么处理的 但准则中是这么规定的 这点注意一下 所以为扩大 全部化都没用 这叫业务招待费 有学生告诉我 老师错了 销售费用中有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叫业务费 不叫业务招待费 两码事 所以生产工人的劳动保护费 这个是技术制造费用的 售后网点的业务费 这个业务费走的是销售费用 同一控制下 合并发生的直接费 这个是寄管理费用的 所以答案只有这个B和E 只有这个B和E 好 所以AD走销售费用 C 技术制造费用 14 下列各项费用中 那么在销售费用 这个科目核算有 A 专门用于运送销售商品的 运输设备的日常修理费 这个可以走销售费用 B 随同商品出售 单独计价的包装物的成本 单独计价的 因为以单独计价有收入 那么还有成本 收入走其他业有收入 那么成本走其他业有成本 那个走其他业有收入 这个走其他业有成本 所以筹建期间 筹建期间都走管理费用 所以这个不行 缴纳的诉讼为走管理费 具体的保修费用 借销售费用可以 所以A和E是可以选的 15 下列各项业务中 进入财务费用的是 A 销售商品发生的现金折扣 现金折扣 那么是走财务费用的 无论哪方都走财务费用 B 销售商品折让 折让充收入的 销售商品发生的商业折扣 商业折扣确实收入直接扣掉 那么D 委托代销商品支付的手续费 那那个走什么 那个走的是销售费用 费用化的借款费用 这可以走操务费用 所以答案只能选择A和E 所以B 冲收入 C 直接扣掉也可以了 那么D是进入到销售费用中的 16 下列各项负债中 其寄税基础不为零的 不为零的A 因欠税产生的应交税款的支纳金 这个支纳金 我们说税法让扣吗 不让扣 我说个简单数 比如一百万吧 比如一百万 这一百万 假定负债金额一百万 简单未来允许扣出金额是零 那么还等一百 所以是零吗 不是零 不是零 那么不为零 选吗 选 购入存货形成应付账款 比如还一百万 简单未来扣出金额零 还等一百 选吗 选不为零 好 那么因确认保修费用形成预计负债 减了一百万 简单未来 让扣吗 让扣 未来允许扣出金额一百 那么这一时候等于零了 那么人家问的不为零 所以这个就不能选了 D 未职工计题的应付养老保险 那么是负债金额一百 简单未来允许扣出金额是零 还等一百 选吗 选 那么短期借款同理 所以答案除了这个C以外 其他都可以选 所以公式 G公式 是预计负债计税金额等于负债账面价值 减掉未来允许扣出金额 未来允许扣出金额 未来允许扣出的金额 让你扣 让你扣 比如一百减一百 那好了就零了 好 再看第十七题 下列各事项中 不会导致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产生差的用 也就是说计税基础等于账面价值 好 第一个 存货期末可变现金额高于成本 减值了吗 没有减值 没有减值 账面和计税基础相等 国债利售税法在这规定 也就是说这部内容应该说产生的永久性差异 它不会产生账面价值 它是免税的 所以账面和计税就是相等的 修理费税法认可 认可的话在这不会有差异 不会有差异 好 使用顺便不确定的无形产期末经减值测试 那么不确定的 第一不贪销 不贪销的话 不提减值情况下 那么可能会产生什么 会产生应纳税赞面差异 应纳税赞面差异 那么如果提了减值 有可能产生可抵扣 所以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在这不等了 就不等 所以D不能选 超过税法扣除标准的工资薪金 这部内容注意 选吗选 账面和计税基础在这相等 在这是相等 比如说 比如说我100万 负债账面价100万 好 负债计税基础也是100万 是100减到未来允许扣除金融0 还是100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是 除了D1 那么应该是A B C E 除了D1 使用试面不确定无形成词 会计上不贪 事业法贪 所以在这一头 那么会产生差异 此外 题简直更会产生再生差异 18题 18年5月10日 甲公司所在D政府 为引进人才 与甲公司签订人才引进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 当地政府向其提供3000万的 一个专用基金 用于甲公司引进人才 但甲公司必须承诺 在当期注册 而且八年内你不能走 八年内不能走 如果你走的情况下 那么好了 有权收回补贴资金 怎么去收没说 所以这八年这个资料在这 在这块没有用了 该资金分三年使用 每年是1000万 甲公司预计八年内不会变更注册地 也不会搬离该地区 这句话告诉我们 满足确认 这个地盐收益的这个条件了 好 那么甲公司收到这3000万 甲公司对政府补助 在净额法下快处理 按净额法处理 好 那么翻路 A 甲公司收到政府补助 属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话正确吗 正确 好 B 甲公司收到这种补助 是与资源相关的错了 那么C 甲公司18年收到的 这个3000万补贴资金 先确认为地盐收益 先确认地盐收益 这个正确 D 18年末甲公司充减地盐收益 充减地盐收益 因为净额法充地盐收益 同时还充什么 充管理费 正确 所以答案是除了B以外 是ACDE 第一收到时借银行 贷地盐收益 那么第二 借地盐收益 贷管理费 每年支付1000 好 那么这个正确 答案ACDE 好 到了为止 多项选择 我们讲完了